欢迎来到南书小课堂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Durella 不是Durex 首先要介绍一点是Durella是一个葡萄品种 而由它做出来的酒通常称为Durella 说到Durella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在词源上来说就暗示了很多信息 Durella其中有Dula这个祖分 Duna在意大利语中是生硬的意思 是Tough的意思 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是它的皮特别厚 那么它因为皮厚在生长的过程中就显得特别顽强 这很惧怕病虫害 另一个原因是由它酿造的酒特别生硬表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酸度很高 Durella主要分布的区域在Velentor、南巴尼和托斯卡纳 在它最主要的分布区域里面 点就是从维罗拉到维青茶这个区域里面 它有一个产区叫Lessini Durella Dock 记住在意大利语里面Doc我们一般不这样直接叫Doc 在这个产区它有很出众的特色就是土壤的来源 因为它有火山的构成 所以说量造出来的葡萄酒有很多矿物质 再加上这个品种它本身是一个高酸的 所以说就是会给你一种整体的说非常清爽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这款由它量造的酒里面最容易找到一个香气物质 就是苹果尤其是青苹果 还有另外一个香气特征就是清明 Dorella这个品种的量造呢很有特点 它的量造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查马特法 我通常称它为沙马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我称为老生式的传统法量造 整体的风格来说呢 因为它的酸特别高 所以它很少去做成别干这种风格 而是一般都是作为哺乳的 然后酒精度呢一般是12度到12.5度之间 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因为它皮厚 所以多酚含量很高 在它的酒里面很容易就能寻找一点愉悦的苦涩味 而这一点苦涩味我认为也是增加它的复杂感 这里给大家推荐两个酒庄 第一个是check-in 就是酒店入住那个胆子 但是实际上只是因为它的发音特别像check-in 它的酒庄名是check-in 第二个酒庄是cadol cadol其实也是生产franchaconda 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庄 但是我们分别做两个推荐是因为在 在传统房里面check-in的量造的60个月成量的酒 非常有特色 而在查马特房里面的时候cadol量造的酒 就非常具有代表性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都记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